大家好,我是阿良 前天我家牛不是被邻居家的十多头牛给欺负了吗 想了一下还是不要跟他们牛放在一起了 他们牛多失重啊 所以等一下要去山上找一下牛 重新给他换一个地方 跟另一个邻居家的牛放在一起吧 我家牛打得过他 找回一下丢失的面子 出发 好累啊 走了一个多钟头了 他在这山上发现我另一个邻居家的牛 六头牛都在这边泡泥澡 他们泡泥澡主要是为了防止蚊虫 特别喜欢泡泥澡 我估计他们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再去找一下我家牛去哪里咯 你看这个季节这种野果好多啊 不过大部分都被鸟吃掉了 或者虫子之类的 味道还可以 有没有吃过的朋友们 还不错 等会儿就把我家牛跟他们放在一起 他们家的大牛打不过我们家的大牛 而且你们看他这一小家族 大部分都是未成年 所以就比较好欺负 所以就比较好欺负 太玩笑了 原来在这里 让我一顿好找 还有个大牛呢 大牛在对面 好久不见啊 你就在山上待了多少天啊 我现在就把我家的牛转过去 跟另一个邻居家的牛放在一起 就算他们打架的话 也只有我家的牛欺负他们家的牛 我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坏了呀 我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坏了呀 这个样式是准备打架了 这个样式是准备打架了 好 好 我愛你, 愛你, 愛你 这么豪狠的吗 你都不记得前天被十几头牛围有的时候了 其实我家的牛还好 它不是特别霸道 不会追着别的牛一直打架 你看一会儿它们就好了 奥斯卡小泥人 这边山上全都有草吃 随便它吃到哪里去 当看到我家牛欺负别家的牛的时候 我觉得挺爽的 然后看到别人家的牛欺负我家牛的时候 我就有一点难过 你说我这啥心态呀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